2024年成功快打只需要8分钟就可学会5个步骤相信自我 这不只是一种知识或技能 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针 我们希望不只是梦想做些什么 而是真的去做 让我们开始正视并相信自我 首先我们要设定一个可以激励自己的梦想目标 无论是在职场上的提升 学业上的进步 或是健康人际关系的改善 在这8分钟里 我们会用实际例子来说明如何练习5步骤 来对话与面对我们内在的自我怀疑与否定 以哈利波特的创作者J.K.罗林的故事为例 一正是自我怀疑 1990年的秋季J.K.罗林 当时还是未知的作家 正在致力于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哈利波特 他可能会怀疑自己能否承受来自他人的批评 毕竟在创作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贬低和批评 二 聆听内心的声音 他花了一些时间反思这些怀疑的来源 发现它们大部分来自于他的过去 在他开始创作哈利波特之前 他的生活充满了挫折与困难 曾经也体验过生活的低谷 失业且短暂的失败婚姻 独自抚养儿子的 并且生活在贫困边缘 三 反驳自我怀疑 然后 他试图以更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疑虑 他思考自己的过去成功 并找出他已经证明自己的地方 例如 他的学位和他曾在一份杂志工作期间所获得的写作经验 四 释放情绪 致力于写作以舒缓内心困扰 他在家的角落中 俯身在页面上 将他的疑虑 创作的热情和希望融入文字中并释放出去 五 练习自爱 当他完成了首部小说的初稿 他对着手中的文稿 不断地对自己说 我接受全然的自我 接受我所有的错误 以及许多未知的可能 我是伟大的作家 我会成功的 最后 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世界畅销书 他一直坚持不懈 终于达成了梦想 透过以上五个步骤 您便可以有效地正式放下自我怀疑 就是努力前进并勇于主导自己生活的罗琳 如何对话 与面对他内心的自我怀疑和否定 还可帮助您建立更加的自信心 最终创作出一部深受全世界喜爱的作品 建立自我信任的第一步 就是停止质疑 您可以 您做得到 记住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每一天都是实现梦想的机会 全力以赴 用所有的精力 专注在您的目标上 成功的道路上 没有捷径 只有不断地努力 与时时刻刻保持的信念 让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全力前进 我们一起 在2024年的灿烂里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成就更好的自己 总有一天 您会站在成功的顶峰上 感谢当初那个勇敢追梦的自己 因为在我们的人生之旅中 每个人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 这一路上 有疲倦 有绝望 但更多的是 希望与期待 让我们一起 做自己的主宰 迎接2024年的每一天 全力以赴 因为我们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 每一个努力的瞬间 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小步 我们的汗水与泪水 都是这路上的标记 是的 我们会感到绝望 会摔倒 但这一切都不是终点 只要我们选择站起来 未来就充满了无穷的可能 当我们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我们的力量将无穷无尽 我们的信念 绝不会被任何困难打倒 现在 让我们一起更深入了解 迈克 乔丹 NBA传奇 戴安 恩雅特 他们如何面对困难时 保持自信成功的故事 依迈克 乔丹 美国 1963年 于1984年进入NBA 被视为所有时间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他是芝加哥公牛队的核心球员 带领他们赢得六个冠军 他的篮球技巧 争胜心态及领导特质令他成为篮坛传奇 并为全世界的运动员树立了凯模 一直到2003年退休 但他的成功并非一蹴可挤 他在高中时被初级篮球队踢除 但这并未打击他 反而激励他更加努力训练 最终成为NBA的传奇 二代安 恩雅特 美国 1949年 他在2013年第一位独自游过佛罗里达海峡的人 并设下了与50岁女性游泳记录 他在尝试和失败中度过了将近30年 最终在64岁实现梦想 他的故事教我们无论年龄多大 只要有毅力 坚持 及突破极限的精神 我们都有机会追求梦想 开创自己的历史 这些人物的故事经历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只要我们全力以赴 坚信自己可以 迈向成功 只是时间问题 希望那些振奋人心的故事 能给您带来启发和力量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困难和挑战是无法避免的 但只要我们有决心和毅力 就一定能够克服这些挑战 实现我们的梦想 现在 让我们用心去面对2024年的每一个挑战 用信念去行动 用勇气去相信 每一个人都能创建自己的成功 以他们为榜样 你又将如何接纳并成就自己的生活呢 再次提醒 成功不是终点 而是一种状态 一种持续进行的过程 所以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持续前进 全力以赴 迎向梦想 启动2024年的成功之旅 这不仅仅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话 更是一趟充满力量与希望的旅程 一起加油 2024年 我们一起成功 最后 无论您正在进行何种旅程 我们要学会庆祝每一个小小的成功 无论多么的微不足道 这些都是我们相信自我的里程碑 也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我都期待听到您的故事 谢谢您听到这里 希望我们的故事会带给您正能量和勇气 祝您每天都充满愉快和欢乐 我们下期视频线 我们下期视频线